明天要注意 從這個Surrender的案件案例 來看看這些境外聘雇的愚工的勞動組織 另外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他掉到船下的那個漁工 就真的很像一包垃圾掉下去 沒有人再去記得他 我們也都沒有辦法取得他的身份資料 他的希望就是說 因為他在印尼來國外工作 希望是來得也是好好的 回去也是好好的 我是印尼人 因為家鄉沒有工作的機會 希望趁著年輕力壯實到海外工作 賺錢養家 用尖銳的鐵鉤砸我的頭頂 血流滿面 我忍耐 因為我需要這份工作 他用腳踢我的肚子 踩我的頭 我衝破欲身 我也忍耐 因為我需要這份工作 我最信任的朋友 在我生命中落前 請幫我記錄下我的遺言 在我沒了氣息以後 希望你能送我回去 請答應我 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最卑微的錢 今天我們居在這裡的主要目的 是要對到我們所死去的印尼弟兄 還有另外一名不知名的弟兄 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案例 可以喚醒政府單位 對這群從境外聘僱的漁工 他們的勞動環境 跟勞動條件的重視 發生地在哪 在屏東東港的外海 就是在漁場上作業的時候 因為他是遠洋的 對 所以在海上的時間 所以在林海之外 對 那 他在這邊受理 有受理到嗎 已經在偵察庭了 在檢察庭那邊的生意 像他們這些 進入聘僱的話 他們在那個 外國人的動態系統裡面 都可以查得到 用他們護照 護照 號碼 都可以查得到 然後他們來 來的幾年 然後有沒有被通報逃跑 統統很清楚 可以查得到 可是他們這個 這個境外聘僱的 就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境外他是在海外基地 他是在海外基地 他去請在當地 海外基地的當地那邊去聘請 所以跟 所以使用法上面 你知道嗎 他們還要造冊給余會 或者是那個團 那個協會 對 他們要造冊 不過這個造冊 書面上的東西很容易去 用手腳 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我們都沒有辦法 政府段位都沒辦法掌握 我們怎麼可能掌握得到 像這樣子 Briando這樣子的年輕人 在這種無邊無際的大海裡面 孤立無援 然後求助無門 然後忍受了這麼殘酷的勞力 還有不人道的對待 人數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我們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是 我們請求工部門可以讓這兩位 從這兩位年輕人的這個犧牲之下 可以得到警惕 不要再做表面工夫 很事態 這兩位漁工是依據 就業服務法第46條 第一項第七款所聘僱的 那所管轄的單位 政府單位是屬於農委會漁業署 漁業法所制定的這個目的呢 它是在保護 就是在保育水產資源 還有漁業生產力 還有漁業健全發展和輔導 所以呢 在這個對於境外聘僱的這個 漁工的勞動狀況 漁業署是不會管 雖然農委會 它有訂定一個漁船船主 有在國外聘僱外籍船員作業 應行遵守 及注意事項 我有附件給大家 那那個內容呢 他們並沒有針對這些外籍漁工 他們的勞動權益的保障 在就業服務法的46條第一項 第八款 這個部分呢 所聘僱的外籍勞工呢 就是屬於勞動部所管轄 那個也可以稱為境內聘僱 所有的他們的這個勞動法規 或是法律都是可以適用 但是有沒有執行還不確定 所以呢 在這個我們的公會呢 在進行跟這個勞保局了解 這個這兩名 這一位被虐待致死的漁工 他的勞保或者是 直在保護法的這個賠償 是不是可以請領的時候 他馬上給我回決 他說這個是在境外聘僱的 是不適用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請領一些賠償 如果是補助 但是在國際勞工組織 在2007年通過的188號公約 規範呢 就是懸掛這個船隻如果懸掛 所屬國籍的國籍的話 就被視為國土的 就是該國的領域 而且呢 國內的法界 也認為 傳籍 是國土的延伸 所以 由此來推斷 無論是境內聘僱 或是境外聘僱的 這些勞工 他們都應該是 使用國內的法律規範才是 InsyaAllah 我們在這裡 的朋友們 在這裡 可能會希望 他用這個 你想要把 那個 他的自己 希望可以 就是說 回應回到那個 家人身邊 然後 他也希望 就是 因為 就是 台灣的那個 就是 可以拿到 合法的 然後就是 台灣的 法力的 可以拿到 勞健保 什麼 就跟他們一樣的 第一個訴求就是 讓這些 境外 境外聘僱的勞工 可以全面的納入 適用國內法規 第二個 訴求呢 是 行政管轄權 轉由 勞工部門 執掌 第三個部分 是 政府部門 要進行清查 並且 建立 並掌握 境外聘僱 愚工的名策 第四點 賦予境外聘僱 愚工 勞動三權 包含 環節權 爭議權 跟協商權 第五項 政府部門 應該要盡力展開 勞動檢查 所以當時 我們只得到 120 美金 120 美金 他的工作 他的薪水 沒有達到 他的工作 因為他的工作 很長 也沒有休息 然後他一個月 就拿到 120 美金 他的那個 在和約書上面寫的就是說 如果他就是過世 或者是什麼 被那邊 他的那個實體 也沒辦法 可以送到回應裡 也可以就是 只能 只能就用 他在那邊工作 比如說他在美國 他就在他的實體 就在美國這樣子 就是和約上面寫的 對 和約上面寫的是這樣 不會幫他送回去 他不會幫他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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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過世 他只能拿到 他的那個保障 就要拿到 兩萬五的那個錢 台幣 他說如果沒有 沒有滿到 工作沒有滿到兩年 他說六個月的薪水 不會還他 然後 ARC護照什麼之類 等等的那個 文件的 也不會給他 有一位他的朋友 其中一是一年 被 被轉帳打 然後 沒事 打也太 沒辦法去 去放康 沒辦法去那個 也 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 然後他們那麼多人 這樣子 跟他一起 然後 然後有一位 就去那邊刺殺 他刺殺的人 最後要刺殺之前 他就跟他講說 你放心 你會 你會好的 所以你不要 如果 如果 那個 傳帳打你 你就不要 就要 人命 就不要 不要 不要什麼 就這樣 他現在就覺得 差很多 然後現在的薪水 比以前 多很多 然後 也 也有保障 也有人在 保護他 不會 像以前 想要 想要 回家也不能回家 因為怕被 打死 或者是怎麼樣 沒關係 如果想要做一年 也可以回去 就不會 不會 有事 不會 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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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